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8月13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一个消息 是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杀医案 就是有一个医生呢,被活活的砍死 那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一个叫红路的一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家庭医生 在加拿大呢,和在中国不是很一样 在加拿大呢,我们要去看病的话,你除了去看急诊以外 你一般的来说呢,你会去看你的家庭医生 每一个人你都会定一个这个一线的医生 叫家庭医生 甭管你看什么病,你都到他那里 然后呢,他给你初步看了以后呢 才把你介绍到专业医生那里 比如说我要是去看病的话 比如说我那个,比如说我老咳嗽 然后呢,他就发现,你可能是肺可能是有问题 然后呢,他就会给我约这个肺科或者呼吸科的专家 然后去看,是这样的 如果只是一个头疼脑热感冒什么的话呢 他就处理了 就是这么一个体制吧 所以在加拿大呢,家庭医生是非常的多的 像这位被杀的医生呢 他就是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也叫阿省,在中部的一个城市 是加拿大最富裕的一个,中部的一个省 是加拿大最富裕的一个省 因为那里有石油 他们那呢,特别的富裕 都没有那个,他们的这个收入税是最低的 收入也是最高的 那他们那边呢 在红路这个城市里面呢 这个医生,他是在一个商场里面 这个商场呢,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商场 然后呢,他的一边呢,是一个这个 Hair Salon,就是一个理发店 然后另外一边呢,是一个 呃,一员店 然后中间呢,就是他 那他这个 呃,他呢,开这个店呢 开这个诊所呢,已经很久了 他今年45岁,已经很久了 呃,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很多年了 呃,应该有没准十几年 起码有十几年吧 那他呢,在这里 他是开办的这个诊所 然后呢,有好多合作的医生都在这里 呃,在他这个诊所里面 是一个合作性的关系了 呃,那他在星期一的这一天呢 呃,突然就有他的一个病人 这个杀人犯呢,也是他的一个病人 他突然,这个人呢 那天就出现在,就在他的诊所的这个诊室里面 然后突然在里面 就发,就开始 这个病人开始攻击这个医生 呃,现在警方公布呢 这个病人,他是 他是一个54岁 医生45岁,他54岁 他带着一个锤子 带着一个大砍刀 然后是来的 那在那个诊室里面 突然就发生了这个 但是呢,这个诊所里面 其他的医生啊 还有这个行政人员啊 主要就是护士啊 接诊员啊,什么的 他们就是反应非常的快 就赶紧报警 那警察呢,也很快就来了 来了以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就制服他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警员还受了伤 那这个事情呢 就发生在星期一了 星期二的时候呢 这个案件 警方就呃 移交给了这个法庭 法庭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就第一次开庭 开庭的时候 这个犯人 他还仍然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 呃,就给他 现在呢 要给他进行隔离 他是现在处于一个 疫情的隔离期里面 在14天之内 他不能离开那个隔离的那个地方 所以呢 他呃,星期三出庭呢 他只是通过手机和法庭那边是一个通话的方式 那法庭 法院呢 法官呢 昨天 呃,星期三的时候呢 主要是跟他交代说 你被控什么罪 现在他是被控一级谋杀罪 呃,一级谋杀罪 以及两个这个伤害罪 一级谋杀罪呢 是指他谋杀的医生 这医生当时没死 但是呢 后来经过抢救 吴小已经死亡了 呃,那一级谋杀罪 一级谋杀罪的这个什么意思呢 一级谋杀罪和二级谋杀罪的区别就在于 你是不是有预谋的这件事情 那他是带着hammer 带着那个锤子 带着刀来的 很显然他是有预谋的 他是笨就笨着这个这个doctor来的 并不是说他兜里面 他他揣着这个hammer和这个刀 然后呢 他就随机的 然后突然就跟着doctor之间 发生了口角 然后就拿出来杀 不是的 他带着这东西就笨着来杀人来的 到这来呢 要杀的就是这个doctor 所以呢 他是一个一级谋杀 有预谋的杀人 好 为什么有两项的这个伤害罪呢 一个是是他持有武器来伤害 这是一条罪 另外一条呢 他把那个一个警察给也给这个伤了 也弄伤了 那那这两项的这个故意伤害罪 他对他指控了这三项罪 那这个法官呢 在法庭上通过电话了 就跟他交代 交代完了以后呢 法官就问他说 你明白不明白对你的指控 然后呢 这个人啊 就这个54岁啊 他是一个黑人了 然后呢 他就很奇怪 他就说 我不明白 我现在呢 是一个病人 我不明白 我现在是病的 我不明白 等我好了 我能明白 我现在是一个病人 我需要doctor 完了以后呢 他就哈哈哈哈大笑 我就觉得呢 现在啊 他就是现在 把自己 就是想表现出来 好像他是一个神经病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一个人是神经病的话 他对他的这个 这种责任 杀人 是不负责的 对吧 所以呢 他现在呢 很显然 他现在呢 是一个 就是神经病 看起来是不正常的 一个神经病的一个状态 当然他是不是装的 还是他本来就是神经病 现在呢 我们还不得而知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神 就是很不幸啊 如果他真的是神经病的话呢 那这个医生 那他这个医生呢 就有可能就白死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吧 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 很不幸哈 那也不排除呢 有的人呢 他就非常的精明啊 他就是算计过了 装疯卖傻 然后以求得他 但是呢 以求得他这个无罪 但是呢 这个神经病 其实也不是说 你装疯卖傻 你就一定是神经病了 这个神经病 要经过精神鉴定的 精神鉴定 要是说你不是神经病的话 那你就得负责任了 加拿大呢 曾经发生过一个 特别恶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神经病砍头 在长途车上面 砍头的一个事件 那是大约是 2010年前后 是在加拿大的一个 长途公交车 长途车 长途客车 叫我们加拿大呢 都叫大灰狗 这个大灰狗呢 是在北美运作的 不仅在加拿大跑 也跑美国 那就在这个长途客车上 这个客车也是从 今天所说的 这个阿尔伯塔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开往我住的那个省 叫曼尼托巴省 在它呢 将要接近于 曼尼托巴的省会城市的时候呢 那是晚上啊 这个好多的那个长途车呢 是晚上来开的 晚上大家都在休息 然后突然呢 就有一个人啊 他就 他就站起来 然后他手里拿着刀 他就把前面 坐在他前面呢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只有20 21、22岁吧 然后他拿着刀 就把那个人的脑袋 给割下来了 割下来以后呢 我 然后就是有动静嘛 别人醒了 有一个人醒了 然后大家就全都醒了 特别恐怖 然后那个司机呢 就把这个车就停下来了 然后所有的人呢 就都下了车 这个人呢 他还 他是一中国人呢 还是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我就忘了 是一中国人 然后呢 他就拿着 一手拿着刀 一手就低着那个脑袋 就在那个车上面 那下面 大家也不敢上去 都跑到下面去了 然后就把警察就叫来了嘛 大家都在底下 就看着他在车上 就像一个monster一样 就像一个那种恶魔 一个大猩猩啊 或者一个魔鬼动物似的 跟个动物似的 在车上递着那脑袋 转来转去的 那就是一个神 那就是一个神经病 这个神经病呢 到最后他也没有负责任 而且呢 就把他 就把他弄到那个精神病院里面 然后给他隔离 给他治疗 在加拿大呢 治疗都是免费的 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杀了那个 是一个白人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等于说 无辜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那小伙子好像是一个 大学毕业生嘛 还是一个大学生 那家里面 肯定不敢 引起了社会上的 很大的一个反响 大家都觉得很气不 气不吭了 那他是一个中国人 也是一个新移民 有很多人就非常非常的气愤 就觉得说 觉得说我们 不仅没有让他负什么责任 还要花这么多钱来养着他 好多人很气愤 但是从法律上角度上来说呢 这种事情真的是也没办法 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精神病 就不负责任啊 一点不负责任啊 然后死了 那个死了 被砍头 那小伙子死了 就白死了 就是这样的 那那个可绝对不是装的 那这个案件呢 我就感觉 这个是不是精神病呢 谁知道啊 我儿子呢 也是一个医生 我儿媳妇也是一个医生 然后呢 哎呀 这也是让我很那个 你说 这个医生和那个病人啊 就两个人在那诊室里面 你说你怎么能想到呢 以后我也得提醒 这个我儿子 他们两个小心一些 太可怕了 好 这个事情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